有些人天生运势极佳 必定大富大贵 衣食无忧 但是有些人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好的运势 一生辛苦劳累 苦日子很多 享福很少 其实在农历这几个日子出生的人 天生世上等命 一辈子无大灾大难 农历二十四出生 农历二十四日出生的人 性格平和 人员极好 喜欢帮助别人 因为名声极好 也很受人喜欢和欢迎 天生的理财观念很好 而且积聚理财能力 对金钱的把握得当 何时进 何时出 自己把握精准 一生财库封赢 能赚能手 从来不会出现没有钱花的时候 这天出生的人 感情运势也极好 能找到与自己之同道合的人 一起生活 快乐无比 一生婚姻是一双丰收 也是人生的大赢家 农历二十四日出生的人 为人低调谦逊 带人真诚 因此人员挤家 赚钱的门路多 在他没有困难时 总会有朋友出手相助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都能取得不错的成就 前途一片光明 注定大发大转 能做享荣华富贵 家人也会跟着他们享福不尽 从此远离贫苦 富贵无忧 农历八日出生 出生于农历八日的人 他们天生就拥有着非常强的石胶手腕 因是很不错 而且会有吉星庇佑 会有好人年 容易有贵人相助 尤其是做生意的人 会有不错的回报 钱也是越赚越多 估计躺着都能笑了 有意外惊喜会到来 尤其是偏财运方面特别的旺盛 轻轻松松就能大把钞票到手 横财如情盆大雨下不停 提前恭喜生孝珠 摆脱没印 正财如泉涌 横财喜相随 农历八日出生的女人 天生丽质 温柔妩媚 通常是典雅高贵 妻子不凡 其一生命格藏妇 妄负义子 在事业上总有贵人亲力相助 而婚姻上的贤妇疼惜 婚后幸福美满 子女双全 可谓好命女人 而且其妄负能力一流 往往能助劳工事业有成 享受财富自由 天生贵妇命 农历六日出生 农历六日出生的人 天生上等命 他们天资聪慧 为人诚信 虽然个性中有固执的成分 但也暗示其惊人的 毅力和不畏艰难的勇气 而戴其成人之后 这种个性特质 会让他们走一些弯路 遭遇到一些困境 不过往往是苦尽填兰来 三十五岁后逐渐走上巅峰 晕高财望 事业核心 非常有望或显赫地位 过上不差钱的富贵人生 生于农历六日的人 天生就有着一种强大的领袖气场 要是在小时候能悉心培养得好 那么长大后必定能独当一面 可以成为职场中的重要人物 而且因为他们性格非常的和蔼 又非常的平易近人 无论对谁都不会太摆架子 所以他们总是能够得到身边者的拥护和幸福 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非常涉涉利利的 可以带领自己的团队勇敢去闯 可以有所成就 农历史九只出生 农历史九只出生的人 也是天生上等命 他们天生就拥有着非常强的社交手腕 聪明的他们总是能够非常准确快速的 洞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 因此他们能够很好的分辨出对方是敌室友 能够选择可以和自己合作的人 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 情感上 人际 财运等多方面得到持续的铺展开来 可以让自己的收益得到不断的发展增长 出生在这一天的人 运势一直都不差 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几乎是名列前茅 上学时成绩永远是遥遥领先 工作后更是行业的精英 事业运到风生水起 家人跟着享福 同时也孝顺父母 官籁手足 此生都会受人爱戴 农历二十六日出生 农历二十六日出生的人 个性文和 待人真挚 乐意助人 人缘几家 但是他们在年轻时由于缺乏经验 因此会碰壁和受穷 但是三十岁后 他们就开始变得成熟稳重 财运也变得水涨船高 他们满年的运势更加旺盛 最终可以功成名就 光松药祖 并且他们天生就事上等命 一生几乎没有缺钱的时候 在农历二十六日出生的人天然生成好命 终身有福星保留 社中财气旺盛 运势也一路上升 可以集私放制财 大有成果 前途无量 并且最有期望做大官 发大财 并且他们十分常于堆积 有商业天分 优惠理财 可以赚得丰盛金钱 然后让财富翻倍 所以这一天出世的人 注定可以富有终身 依其他们也可以改动一个家庭的财气 使一个家庭从持贫变为富有 家庭内部联系欲加油善 关系也会更为紧密 农历二十三日出生的人 农历二十三日出生的人 也是财运不错的一群人 他们勤劳踏实 不怕吃苦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坚持到底 这样的人 虽然一开始可能不太起眼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的努力会逐渐得到回报 财富也会越积越多 出生在农历二十三日的人 天生就群奋且思维活跃 他们为人十分聪明 做事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因此他们在成功的路上能够越走越顺 身边的财富也越积越多 所以他们的一生都是在享福的 无大灾大难 家人幸福安康 农历二十三日生的女人 天资聪颖 心灵手巧 通常戳落得美丽大方 干练利落 广受异性的喜爱 而他们在职场表现一向出色 从不逊于男性 婚前得贵人注意 婚后想附加惯爱 一生子女双全 家庭和睦 财云广金 天生贵负命 农历三日出生 农历三日出生的人 此日为阳气质盛世 生在这日的人往往有祖上避饮 从小一时无忧 父母亲后 有得天独厚的才智和才情 哪怕从小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长大后也毫不逊色于他人 在职场上如鱼得水 更能早早遇险人 婚姻连礼圆满幸福 而尤其是农历九月初三和初八生的女人 一生犹如福运源泉 最受老公宠爱 后半生能想进账夫妇 不缺钱更不缺爱 农历三日出生的人 通常性格较为活泼 头脑灵活 米儿好学 是非常聪明的一群人 而凭借着自身的才华 他们一般都能在三十岁左右学有所成 出人头地 并且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之下 能够节足先登 抢占先机 成为各行各业里的佼佼者 当然财富更是不必说 财神也总是非常眷顾他们的 农历是二日出生 农历是二日出生的人 通常性格较为外向 为人慷慨 善于与人打交道 广结善缘 而这种个性使得 他们在一生的命运路上走了还算顺遂 鲜少遭遇重大的变故 即使是遇到艰难困境 通常也能逢凶化己 转为伟安 因其贵人员实在旺盛 通常事业发展也非常顺利 非官己父 使人利用九个都能享受富贵的人生 蒙历是二日出生的人 一生走花竹大云 无论男女皆是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 所以桃花园茫盛 从来不缺爱情滋润 其所欲之人皆对他们百般呵护 无微不至 婚恋都是非常顺遂 而他们也有福星福照 一生事业运强 能力出众 贵人颇多 所以可以说是财情不缺 有爱有财夺 运势分析 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有无限的高度 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一切极有可能 所谓的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 所谓的泪水只是在洗涤你的伤痛 让你更清醒地看清世界 读懂人生 所谓的逆境只是黎明前的一片黑暗 一切为了人生的后继薄发 熟光就在不远处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